那么正常的一般的场所,我们可以选用开启式的照明器等等,那么根据不同的施工环境,我们应该选用不同的照明器具。 另外在照明器具和器材的选择上面,我们还应该注意,它的质量应该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和要求,那么不准使用绝缘老化或破损的器具或者是器材。 第五,进入施工现场应戴好安全帽,登高作业应系好安全带。 安全帽、安全带、安全网是我们安全生产的三宝,是我们最基本的安全防护的用具。 那么我们的安全帽在使用过程当中,我们要求首先您购买的安全帽,必须要保证这个安全帽的产品质量,应该有产品质量合格证书。 另外,我们的安全帽应该在帽衬和帽壳之间有一个空间,那么只有有了这样的空间,那么才能够有一个能量的吸收系统,那么将来发生物体坠落打击的时候,才能对您的头部产生更小的伤害。 同时,我们在使用安全帽的过程当中,必须要戴正,必须要记下额袋,这样如果您从高空发生坠落的时候,安全帽才能对您的头部进行更好的保护。 另外,登高作业应该系好,安全帽。 安全帽,我们要求一定要高挂低用,不能够低挂高用,如果低挂高用,一旦发生坠落的时候,那么将增加冲击力,对人体更加的有害。 另外,我们安全帽,我们安全帽上的各种附属部分,不能够随意地拆除。 还有,安全帽在使用两年后,应该抽烟一次,一般的我们安全帽的使用年限是三到五年。 第二,我们想说一下土方工程施工安全技术。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,土方工程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,经常会遇到地质土层的变化和雨水和地下水的寝食。 同时,土方工程的施工条件也比较差,经常会在深坑中、水中和陡坡上作业。 近几年,不少施工单位对土方工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,认为土方施工难度不高,所以施工前没有认真制定安全技术措施, 施工当中也没有认真地去贯彻落实各项安全技术要求,因此造成了很多他方事故和人员的伤亡。 所以,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足够重视,要抓好土方工程施工当中的安全工作。 在施工中,土方开挖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,一个是场地平整,一个是基坑开挖。 我们所说的场地平整,就是将需要进行建筑范围内的自然的土地,通过人工或者是基界挖土的方式, 变成我们设计所需要的这种场地的平面,以便施工的正常进行。 第二个是基坑开挖,基坑开挖有两种方式,一种方式是放坡开挖,一种方式是采用支撑开挖的方式。 那么从放坡开挖角度来讲,一般的我们是当挖土的深度小于四米,现场的场地条件允许。 那么我们经过验算,能够保证土坡稳定性。 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放坡开挖,另外一种放坡开挖的形式,就是挖土的深度大于四米。 那么现场场地的条件允许,经过验算,能保证土坡的稳定性,我们也可以采用放坡开挖。 但是我们需要采用的是多级平台,分层开挖的方式,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开挖过程当中的安全。 第二种呢,是我们采用的是支撑开挖的方式。 支撑开挖是针对土体含水量大,土体度稳定,基坑开挖的深度大。 或者基坑开挖受到周围场地的限制,我们必须采用脚抖的边坡,或者直立开挖,而土质条件又比较差。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采用支撑加固,这种方式我们叫支撑开挖。 那么不管我们是放坡开挖也好,还是支撑开挖也好,我们在。